生存在人類肉眼所看不見的土樣底下 其實是一個殞藏無數生命的地方 活在土樣底下的生命體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土樣動物 而第二種是土樣微生物 土樣動物好像幽人、螞蟻、核桃蟲等 土樣微生物包括細菌、真菌、病毒、方線菌、納克磁體、肢源體、醫源體和螺旋體 它們多數都是肉眼所看不見的 但是能夠看到它們的集合體就好像蘑菇和螺旋組 據測算,英國一些牧場 每萬平方米中土樣動物的總活體重為1.9噸 其中幽人佔1.4噸 善人佔0.15噸 大蚊科幼蟲佔0.36噸 在丹麥幾種土樣中所測得的幽人蟲量 為每萬平方米550公斤 而森林土樣中為每萬平方米1700至2000公斤 而其他土樣動物的重量 每萬平方米僅為40至190公斤 若果以數目計 則以微型動物為最多 每平方米中 一般大型動物約幾十至幾百 中型動物約幾萬至幾十萬 微型動物在一刻的土樣中 則高達幾十萬個之多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